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这汉武帝下令将魏清葬在茂陵东北方向 这封土修建成庐山的样子 嗜好为烈 魏清将军的封土和这个霍区病将军的封土相隔也就一百米 但是这两个墓的现状真是相差甚远 这个魏清将军和这个霍区病的墓只有一墙之隔 但是这两座墓的待遇相差实在是太多 霍区病目前水池喷泉 这魏清将军目前荒草一堆 只有一座孤零零的墓碑 接下来咱们来讲一下这位墓主人 也就是大司马大将军魏清 这个魏清的出身和这个霍区病是差不多 他的父亲叫做郑继 是当时平遥侯里的一个小官吏 这魏清的母亲是平遥侯府里的一个侍女 后来这个政绩和他母亲私通剩下的魏清 再后来这魏清的姐姐魏子夫进宫 这应该是魏清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 也开启了他的传奇一生 魏清这个人是非常的低调 同时对于汉武帝的命令是坚决的执行 在公安前129年 这魏清、李广、公僧敖和公僧赫 各带一万兵马兵分四路攻打匈奴 这个时候只有魏清是深入匈奴腹地 直接打到了匈奴的老窝 斩杀敌军700多人取得胜利 其他这三路大军都以失败告终 这就是魏清的第一次带兵出征 魏清打出了是自汉朝刘邦开始对匈奴作战的第一次胜利 极大的鼓舞当时打汉朝的居民士气 这个时候汉武帝是更加有信心 把汉朝最大的忧患给他彻底的除掉 到了第二年 这魏清带着三万大军出燕门关攻打匈奴 当时斩杀敌军是几千人 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姐姐魏子夫生下了一个儿子 这就是后来的太子刘居 后来这魏子夫登上皇后卫 标志着魏氏家族即将崛起 这个过了一年以后 这匈奴居然再次发动战争 当时这汉武帝听到消息以后 简直是震怒 于是派魏清带着大军攻打匈奴 魏清这次拿下的目标 就是被称为赛上江南的核桃地区 这个地儿也是匈奴的羊马场 当时这魏清采取的是迂回战术 最终胜利 这场战争魏清俘获匈奴数千人 夺取牲畜上百万 此后这汉武帝休养生息了三年 在公元前124年 汉武帝下令 魏清带领三万骑兵再次攻打匈奴 此时这个汉朝的大军 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准备 这次魏清的目标有点大 是匈奴的大人物又贤王 这场战争俘获了匈奴有钱王部 一万五千多人 其中包括了当时很多的贵族 听到消息后的汉武帝非常的高兴 直接封魏清为大将军 到了这个元首四年 这汉武帝命令 魏清和这个霍区病 各带领五万大军攻打匈奴 这次出征可不一样 这汉武帝可是下了决心了 一定要灭了匈奴 当时这魏清穿越大漠戈壁 来到了漠北 和这蝉鱼主力作战 最终杀敌一万九千多人 这魏清消灭了匈奴 蝉鱼的主力 来到了赵信城 烧了匈奴的军粮 从此这匈奴失去了主动进攻汉朝的能力 在世的时候 没有任何人敢陷害太子刘炬 更别说皇后魏子夫了 这个魏清死后 在公元前九十一年 这大汉帝国的污谷之祸爆发 当时这汉武帝和太子刘炬 父子相残 导致这皇后魏子夫和刘炬自杀 涉及的两万多人都被处死 这个魏清将军万万没想到 自个儿死后魏氏会被灭族 而且自个儿的姐姐和外甥也被逼自杀 于这个史料中 没有记载魏清将军的出生日期 所以据推测魏清将军去世的时候 应该是在45到48岁之间 当看到魏清将军末这种荒凉景象的时候 特想说一句话 一个伟大的民族是绝对不能忘记英雄的 关于这个视频就拍到这儿 谢谢所有关注我的朋友 咱们下一视频再见